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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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哥 你知道我腿脚不吝嗦 你还让我跳绳 腿脚不吝嗦跳绳 来来 兄弟们 你们看啊 这跳绳 和打仗的道理是一样的 必须要步调一致 精诚团结 才能打胜仗 知道吗 知道 队长 这跳绳啊 有点闷 要才练练枪嘛 这好几天没打枪了 就 就让这枪法见长 我这枪一直都数一数二 走啊 走 看我怎么给你打这个枪呢 来吧 我一会儿就朝这边扔 不准了 瞄准 一 二 三 不说好这边了吗 那你真打起来 小鬼子能告诉你 从左攻从右攻啊 不是 那真 全哥 伸枪手啊 刚才啊 几位弟兄说得都挺好 看看 还有谁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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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伟 你说一天哪怕能吃上一顿饱饭 我们也不会干这个呀 对不对 兄弟们 对啊 对啊 是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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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冬家 一个人娶七个老婆 我家哥四个到现在还是光棍呢 我们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这问题问得好啊 近一百年来啊 咱们这个国家啊 贫穷 落后 军阀混战 咱们老百姓头上啊 本身就压了三座大山 现在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 对咱们的侵约 咱们能只靠谁呢 唯一的办法 咱们只有靠咱们自己 拿起枪来 把小日本先打出去 打出去 打出去 报告 政委 找参谋长吧 俺们是来找您的 找我 好 政委 俺们都觉得您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所以俺们也想像您这样 别想像我这样 你是说 想加入我们的组织吧 对对对 政委 俺们也想当共产党 好 这是我们组织的章程 你们啊 拿回去好好看看 看完了如果还想加入呢 咱们再好好谈谈 好吧 好 来 你们也可以给其他弟兄们 传越传越 来 举行你们的要事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严守机密 严守机密 服从纪律 服从纪律 牺牲个人 牺牲个人 永不叛党 永不叛党 人家 人家 你看 鬼子在奉天稿倾向 又杀了不少中国人 这当官的都跑了 留下老百姓可受罪了 小鬼子 蹬鼻子上年 真想下山教训教训的 不是 别着急 现在小鬼子越来越狡猾 没以前那么好打了 必须摸清楚情况 你在下山揍他 报告参谋长 旅长那边出事了 您快去看看吧 弄下的 咋的呢 我记得他在家 让鬼子给毁了 草子没了 让鬼子给杀了 文剑 集合队伍 下山给你小伙子报仇 当下 现在不能贸然下山 还是先给嫂子办后事吧 咱们金家在几百条墙 我咽不下这口气 咱这几百条墙 现在进不了鬼子的人 你算干啥的 敢情死的不让你嫂子 老哥 这是徐文杰 徐大哥 徐哥 徐哥救过咱当家的命 文杰 这是山里的二神王 老二 你跟文杰说话客气的 当家的 俺们这几百条枪 咋就靠近不了鬼子 还是当家的 就算是正规的东北军 武备于敌人的力量 也未必是鬼子的对手 咱这些人要是贸然下山 不光报不了仇 连自己都可能搭进去 姓徐 你说话 干啥老像着鬼子呀 你八成不是鬼子 配到咱山里来的奸细吗 你给我闭嘴 文杰跟鬼子的仇比咱们神 嫂子都没了 看手啥呢 大当家的 二当家的说的是气话 文杰不会往心里去的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呢 是安葬逝者 打鬼子呀 咱们从长记一把 你看见没 这当家的就看徐文杰顺眼 你看见没 这二当家的就看徐文杰 他不顺眼 三娘 咱们的机会来一拉 什么意思啊 这二山王是个火药桶 一点就爆 那非得给徐文杰炸废了不可 你这就会把我给点着了 三娘 如果真有炸了 那咱俩一起飞 说你 少废话 你赶紧点二山王子呀 那叫紧点 我把他不按断 就不然 你出开了 这一按断 这别人 一按断 我这一按帅 我这一按一个 我这一按一按了 不 新来那小子是干啥的 听说他是从双方山上下来的 有点打拐他的本领 咱们当家子就看上他这一点 就把他留下来了 还把调兵的令牌 拱手给他了 这还了得 大当家子糊涂了吧 我跟他要了多少回他那没给我呀 就随随便便给了一个外人 二哥 现在可不能说他是外人 咱们当家子现在把这许文杰 当成宝贝尬的供起来了 他宝贝 他有我宝贝 我有法兰基大革命的 中奥里奖 二哥呀 现在法国人打不过德国人 徐文杰是从德国回来的 他一来 恐怕二哥您的位置在山上 就岌岌可危了 那下一步就骑在你的脖子上了 骑上也就要算了 没准还嫌你这安子 搁他的屁股呢 他 他就不怕我惊了 把他给拱下去啊 原来以为呀自己老了 不招谁不惹谁就能过个倾斜日子 可天杀的小鬼子逼得你没处躲 没处躲就不躲了 是啊 国没了 家自然也就没了 现在咱们中国人哪 只有打鬼子 才能有第二条活路 是 文杰啊 我的队伍啊 现在都在你手下训练 我想这样 咱们两家合并一处 起一个番号 我老金和你们一起打鬼子 好 我听您的 文杰啊 海先生 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这个番号呢 你们上来定 从军以后 咱们兄弟就是一家人 从今天起 我金子弹改旗一支 与文杰合并一处 滴血为盟 保江土杀鬼子 为所有死去的中国人报仇选 来 干 现在合并一处 队伍壮大了 这小鬼子和伪军哪 该做噩梦了 文杰 你说说 咱这部队应该起个事还翻号呢 东北军教导旅特战大队 要我说呀 应该叫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 不是 这东北军的队伍 还是叫一个东北军的翻号吧 你可别忘了 四九一八到现在 只有我们党支持你们在东北抗战 是 共产党抗日的决心啊 非常相信 也很敬敏 但我毕竟是东北军的人 我不能背叛少帅 这样吧 老师 要是明年开春 少帅还没打回来 我就跟着你们共产党干 你们那个少帅呀 要是真打算收复东北 现在总该备战了吧 从你们东北军的那些电门上 你看看 哪儿有一点备战的影子呀 文杰啊 不是 你啊 要做好锦州失守 东北军撤出关外的打算吗 对不起 老师 只要锦州一点没失守 我就要坚持我的立场 文杰啊 你跟海先生怎么商量的 咱们队伍叫什么名 能加的 我决人应该叫 东北军教导旅特战队 教导旅 你是教导旅的呀 是啊 里边有个叫多吉的 你认识不 认识 咋子了 咱们的嫂子 就是让她给杀害的 不行 到他们家的 队伍不能打的东北军的旗号 你啥意思啊 他多吉是咱那个教导旅的叛徒 那我还想招死他呢 你这什么仗你不能往我们身上算啊 我们跟东北军打了十年的仗 死在东北军手里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队伍要是打成了东北军的旗号 那些死了的弟兄 他都闭不上眼 大哥 你说的那些呢都是东北军的那个 城防部队跟保安团 人家教导旅确实没杀过咱弟兄们 算啥呀 你是不是东北军派了咱队伍里来的奸细啊 老子 你这话啥意思啊 啥意思啊 胳膊肘往外拐 不是奸细又是啥呀 什么叫胳膊肘 行了行了 你俩别抢去了 都闭嘴 大堂家的 队伍不能改成东北军的旗号 只能叫金家寨 要不我下山去 我要翻去 好了好了 我看啊 你们也别争了 咱们呢 既然是两架 冰河一处打鬼子 咱们这支部队啊 如果要是叫东北军呢 那大堂家的您这手架 心里都不服气 是吧 如果要叫金家寨呢 这特战队的战士们 又觉得有点窝囊 我看哪 咱们这支队伍 就叫抗日义勇军第一旅 完了 这回真完了 你说这可咋整啊 难不成真要跟徐文哲走了 那二山王现在说话也不管用了 你们这些男的没一个管用的 那二 二山王就知道炸火 什么法兰西万岁 法兰西跟他有个屁关系啊 你呀你是不了解二山王 那二山王出手可狠着呢 要不我挑逐一下二山王 给徐文哲杀了 不行不行 杀之前怎么这就让我落个实惠 三娘 这么一个大实惠摆在你面前 你看不见哪 那也不行 杀之前你先让我尝了徐文哲这口馅 三娘 好长时间没奔了 来 奔一个 奔 奔 奔一个 你奔一个 海先生 你来宣布吧 海沈文杰来吧 是 海沈您来 弟兄们 咱们的队伍 今天就算正式的合二为一了 我代表金家寨 特战队宣布一项决定 自今日起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旅 正式成立 旅长金子弹 副旅长二山王 副旅长二山王 参谋长许文杰 下设三个营 一营营长高大全 二营营长孙达 三营营长王大壮 三营营长王大壮 弟兄们 从今天开始 咱们这支队伍 就是有番号的队伍了 好 老师 你说得对 这支队伍还是可以争取的 是 无论是抗日 还是争取抗日队伍 都不能着急 虽说队伍是成立了 但是龙舍混杂 想要聂合成行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都要有个磨合的过程 好 干啥 明慌慌 锋利锋利的 去拿许文杰杀了他 杀了他 金家宅的二代如回 不就做得稳稳的吗 你确定 我使这玩儿 你把兴许的给杀了 刚摸的特别锋利 看我是手弹的 那玩儿不更踏实 准备猴子 我就怕闹出太大动静了 你这死猴子 想得还真周到 你这样 你啊 你拿着手把弹 我那把门踹开 然后你把它扔进去 他又没死呢 我再 我再铺子那几刀 这这这哪行啊 你动作马力 你动作马力 你是猴子 咱兄弟同心 快起来 快起来 我手一二三 我一拽你就扔我啊 一二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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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俩这是玩啥呢 等着 等着 我们是演习演习 切粗 切粗 切粗就大大分分的 偷偷摸摸干啥呀 这个 这个 这个手子 这要是 你 炸 还没琢磨琢磨 别炸了 行 你俩也别别来 告诉文杰 到居厅开会 今儿拿好了 掉地就炸 快去吧 掉地可就炸 旅长 应该把军装统一了 文杰啊 这大冷天的 找个裁缝扯步都很困难 开春吧 开春再说 你放心吧 这事我来解决 那这衔儿咋办呢 为了体现官兵平等 我建议啊 取消军衔 只留职务 那这旅长当的还有啥批用啊 按照你们的规矩 这旅长是中将 我得来个少将吧 你说呢 许文杰 来 按照规定啊 将贤的授予 需要南京军政府的批准 不 俺们当官不用南京管 就这么定了 旅长来一中将 我来少将 君贤是军人的荣誉 您当过家家呢 你过分了吗 来 何哥 旅长 我有个事啊 怎么个问题啊 我们这个共产党 到底是什么党啊 这当官的 还自己干活 我们哪 是个穷人的党啊 官兵平等 不分贵贱 有活啊 都得干 哦 你倒跟你说 你们这个共产党 兵也少啊 枪也少 这打起扎的 怎么那么能打呢 这武器弹药啊 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们哪 更注重人 这有战斗意志的人哪 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问题 有战斗意志 那这么说这个 这个战斗意志 是个打仗的魂哪 就是为了要有这个魂 所以我们哪 把织布建在莲 台 有这个政委 政治指导员 做每个战士的思想工作 哦 这打仗啊 还得要思想 哎呀 那这个政委太关键了 这仗能不能打赢 我们这政委可是个宝贝呀 老哥 那咱们队伍也设个政委呗 好啊 那 那这政委是个什么官啊 领兵打仗嘛 当然是第一位的 呃 政委呢 那就是排老二了 老二 嗯 那老哥这么的 你就来当这个政委 什么事咱们俩商量 那哪成啊 文杰和这个副旅长 他们能干吗 这事不用管他们 这哥俩现在见面就掐 都烦死我了 晚上开会的时候 换装我宣布一下 啊 好 来 老二啊 白天在文杰房间门口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干啥呀 下黑手啊 我那是吓唬吓唬的 我看他有没这胆呢 再说了 我都纳了闷了 你咋就相信一外人呢 人家徐文杰有打鬼子的本事 留下他对咱们金家再有好处 我看这徐文杰啊 也就是个窝里横 他根本就不敢进城 跟鬼子正面打 你别在这儿胡咧咧 你没看见这文杰 把咱们下边这帮小子 训练得有模有样的 那是个有用的人 那行啊 你不是答应他换军装了吗 那换上军装 我们就是正规军了 正规军就该打鬼了吧 你去跟他说说 你看他敢不敢打 咱们的队伍成立了 这新军装也穿上了 罗二 你是不是也把你这衣服也换了吗 我换人干啥呀 我这就是搅护东北军的战利品 这颜色也差不多 文杰啊 这咱们队友换旗子了 我想应该主动跟鬼子打一场大仗 给一张地狱祭旗 你看怎么样 队长 现在敌我力量悬兽 咱还不是对手 啥叫不是鬼子的对手啊 你徐文杰出了拿鬼子来诈唬咱们 你还有啥本事啊 不队长 现在小鬼子龟缩不出 咱要是正面强攻 就咱这几个人没一会儿造光了 你不是挺有本事吗 那你想个招啊 把鬼子引进我们包一圈 让他们消灭他 队长 现在小鬼子越来越狡猾 这招没那么管用了 怕就是怕了 你怕 我们不怕 这打仗不是斗琴 凭的是实力 反正我还是一句话 坚决不打 海 海政委 你 你觉得咱们应该打 打嘛 还是得打 问题是看怎么打 既然政委都同意要打了 那徐文杰 你不是那个参谋那个 那个长吗 那你就好好想想 研究研究 看怎么打 那我 我是困了 那我 我先回去睡啊 文杰呀 这账怎么打 你们拿出个办法 我等你们消息 大大人家 你看 你看 你看见没 根本就不敢打 我说的坑 你说 这种人你留着他 你留着他干啥 还真让你收招 莫非这个徐文杰 还真不敢跟鬼子硬碰硬 可怕 他徐文杰呀 就是个丧家权 让鬼子追的 没得躲了 躲到俺们金家寨来的 现在就赖到俺们这儿了 这两只眼睛就盯到俺们金家寨了 老师 你说清楚 今天到底是啥意思 我要争取这支队伍 您要争取这支队伍 那更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送死啊 做工作是要讲策略的 我才想争取他们 我也不能丧失原则呀 那您为什么同意下山开战 我们的实力您不清楚吗 有什么资本跟小鬼子开战 我当然知道咱们的实力了 现在下山就意味着送死 那您还同意他们俩 您是什么 文杰啊 军事上您是成熟了 政治上您还是个小学生 我听不懂您说什么 哥 咋还没睡呢 跟海下人吵架了 没事 你们俩对今天这事怎么看呢 哥 俺哥俩觉得您说的是对的 这半年咱们把鬼子都打惊了 用过去的办法打鬼子 肯定是行不通的 现在下山打鬼子 那就是送死 跟他说这个事 副旅长把俺俩臭骂了一顿 还动手把老三给打了 你二哥总是拿我当敌人 看我怎么都不顺眼 我迟早得走 别别别 哥 其实二哥这个人吧 他嘴臭心不患 你俩就是不了解 只要储熟了 你俩肯定能成为好兄弟 你们跟二哥认识多久了 十几年了 俺俩是二哥从死人堆里 背出来的 所以二哥打也打得 骂一骂吧 照顾 去了 马叔 你来了 来来来 快快快 快快快 进来 进来 来来 暖和暖和 来来来 坐这儿 请坐 我坐这儿吧 那那那 戴上帽子吧 别着凉 没事 安静热了 感动呗 如果有这件事情 想要请你帮忙 有啥事你说呗 我想把这些太太们 送回北平 这事啊 行 一定帮 好 那 谢谢了 特技茶呀 那我走吧 走啊 行 铁路上的关系打通了吗 放心吧 大队长 我们拿脑的担保 把他们安全送到北平 放心吧 铁路上的关系都打通了 上车吧 好 上车 好 上车 我去 东北 谢谢你 马叔 你这 一路上 注意安全啊 其实你这么一走 我心里还挺舍不住的 到了里面以后 就能够 那种相好的耐力 东北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是有婆家的人 我走了 你保重 我还 result in the hospital 东北哥 你咋不等我们呢 你们咋没走呢 赶和 赶和回去 赶和回去 谢谢啊 马叔 现在你一个人住 清静多了吧 这些太太们走了 是觉得冷清了些 任务也完成了 你跟我走吧 咱们找文杰去 她现在肯定挺想你的 可是我暂时还不想走 不是 那你留下来干吗呀 我在想通过马当龙这件事情 这大东北的队伍 还是有纪律性的 而且爱鼓动 我想把他这支队伍争取过来 往哪儿争取啊 你是不是又在 替共产党办事呢 就算我不这么想 那你是不是也在等 金花把伤养好了 要不然你这么早了 你怎么跟文杰交代啊 行 听你的 那就再住一段时间 你这这这这晃啥晃在我这这儿呢 大哥 我感觉马叔在这儿也待不住啊 待不住啊 这回我变了方也得把他留在我身边 待不住啊 你就是变成了啥 马叔也不是你盘里的菜 是不是我盘里边菜 那得看厨子是谁 我跟你说啊 这回我要不把马叔起过来 当你们嫂子 我就是四个脚的这个 知道吗 再说还行 那你拿给我打厂子 知道吗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马叔啊 他是真心实意地想打鬼子 咱呢 作为大老爷们 咱就得投 投 投人家其所好 知道吗 你还带他打鬼子的 打啥鬼子 打鬼子 打鬼的人多没面子 对不对 你得给他一个队伍 打鬼子的队伍带才行 知道 知道吗 大哥 你自己家搂着 没人归啊 不 不懂了吧 没 我跟你说 是让美人抱着俺归 知道吗 看钱 大哥 这 就你的团吧 他呢 不 抱着东西呢 抱不动 抱不动 也 也得搂到我归 快问你喂 你得看我 你说吧 我听着呢 其实吧 俺姓刘 俺叫刘正邦 叫大东北呢 是为了不连累俺的家属 这么说 你在东北还有亲戚啊 俺五岁的时候 就跟爹娘闯关东 到了凤铁 这包头呢 还有一个弟弟妹妹 爹娘的亲戚啊 都在关外 这事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那我也不知道 以后啊 我还是叫你大东北 行 好吗 马叔 找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件事的 什么事你说 俺想让你加入俺的山寨 你看看这老二走了以后啊 俺准备把这个老二的队伍交给你 让你帮俺管着点 你们这队伍我可管不了 那你不是共产党吗 对了 老叔 你们共产党那个 共产是啥意思啊 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呢 共产主义呢 就是要人民自己当家做主 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公平公正 对 那你看啊 俺今天俺都三十九了 那公平一点 俺也应该娶媳妇了吧 那娶媳妇这事 你们那个党管不管 共产党是不限制婚姻自由的 如果你喜欢哪个姑娘 那人家喜欢你 你去把她娶回来就行了 那俺不加入你们那个党了 那合着到最后 那还是光过一条 这共产党都是先然后己的 你怎么什么 都结不结婚的事 都扯到共产党来啊 那你这这 老磕真费劲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俺就是想说 俺打 打退轨了以后 俺老婆孩子让炕头 好好过日子 咋 咋就给我明白呢你 我当然要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告诉你 你可以去追求你的幸福 但是你的幸福 我帮不了你 行 只要人在就行 人 在比啥都强 那行 那回去了啊 大哥 大哥 听 听说你 你跟马叔那儿开会去了 这你听说了 这会开得我心里面挺敞亮 那马叔跟你说啥贴情话了 啥时候嫁过来啊 说马叔脾气性格太烈 我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啊 共产党 共产党 是工人的党 是农民的党 也是穷股人民的依靠 共产党是反对 压迫阶级和不屑阶级的 说白了 共产党就是我们穷股人民的党 马叔 那你们那个队伍 靠军响吗 革命的队伍就没有军响 我们实行的是佩己制 而且啊官兵一致没有什么优化的 那圣教佩己制呢 就是缺啥给啥 那我就缺一媳妇 你给我个媳妇啊 别笑着 别笑着 放下来 认真点 那你们那个共产党 它是真心打鬼子啊 当然是真心打鬼子的了 你想想啊 鬼子来了 有钱的和做官的全都跑了 剩下的不就是我们穷股人民了吗 遭迫害的不就是这些人吗 我先走了 感谢观看